我男朋友被他兄弟抢走了 那汉子茶得意洋洋地拽着我男朋友 到我面前耀武扬威 还出言嘲讽我一个做主播的配不上他 在他眼里 我一定是气得满脸通红 宛如丧家之犬 可事实上 我的脸是憋笑憋红的 毕竟 我偷偷开着直播 全国人民可都听到他说的话了 他要完蛋了 齐齐 笑一笑就当给我个面子好吗 驾驶座上 五官俊朗的男人斜身看我 满眼都是宠溺与无奈 豪车搭帅哥 本该是令人荷尔蒙迸发的画面 可我脸上半分笑意也没有 甚至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笑 你看我笑得出来吗 陈妍 我是出来约会的 不是来你们家找骂的 我叫江琪 男人叫陈妍 是我男朋友 我跟他在一起挺久了 两三年吧 虽然这两三年 我从没问他要过什么 但他家里始终觉得 我是图他们家的钱 只因为 我的职业是主播 我是主播 可主播又怎么了 我靠游戏技术吃饭的 又不是靠搔手弄姿 你妈怎么能那样羞辱我 我跟他家人见的第一面 就极其不愉快 记得那天 他妈妈针对我的职业 做了将近三案子的审判发言 时间长达两个小时 我饭都没能吃一口 倒先被脏水塞饱了 而现在 约会约到一半 陈妍竟然还突然叫我 跟他一起回家 疯了吧 别生气 妈也是关心你 只是用错了方法 陈妍仍旧是那副 宠溺浅笑的表情 府下身 帮我按开了安全带 今天家里来了客人 他一定要我回来 你自己在外面 我又不放心 没办法了 快走吧 有病 我又不是两岁半 我妈都放心 我出来他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话我只在心里嘟囔 没说出口 陈妍家里有钱 人也强势惯了 有些话说了 也是没用的 谁让我偏偏爱看 爸总小说 偏偏又找了个爸总 当男朋友 都是我自作自受了 我叹了口气 还是跟着陈妍 一路走到他家门外 只是隔着那道 颇为壮观的大门 都已经能听见 里面热闹的声音了 什么客人 这么受他家人欢迎 反正肯定不是主播 我自嘲笑笑 在抬起头时 陈妍已经熟练地 打开了那道大门 妈 我带江琪 她扬声道 只是话还没说完 另一道声音 就盖过了她的 啊 陈妍 你终于回来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个陌生女孩 从屋里飞快冲了出来 紧接着一股力道 撞散了我和陈妍 握在一起的手 那女孩忽视我 直直扑进了陈妍怀里 甚至还轻易地 用头在陈妍脖梗间蹭了蹭 给我看得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什么玩意儿啊 合着不是主播 是来了只狗啊 阿妍回来了 我还没搞清状况 陈妍她妈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冷冷瞥了我一眼 又笑着转向陈妍 你看看这是谁 是兮兮 她刚回国第一个就来找你了 还是跟你感情最好 兮兮 没听陈妍提起过 凡兮 可陈妍听了她的名字 原本要推开她的手 竟捶了下去 凡大小姐终于回来了 我们还以为 你在外面也疯了 不打算回来了呢 甚至平时不苟言笑的脸上 还出现了丝丝惊喜 那叫凡兮的女生 这时才从她怀里退开 娇笑着捶了捶她的肩膀 死陈妍 我哪有你说得这么没良心 我上午才到 下午就直接来找你了 你呀 这一路上累着了吧 走 走 进去说 好呀好呀 陈妍我跟你说 你都不知道 我在外面发生什么了 一对俊男美女 一个富太太 三人就这样携手 往屋子里走去 真好笑 那明明是我男朋友 可格格不入的 竟是我自己 我没跟着他们挪步 只站在门口 双手环胸 看着陈妍宽阔的后背 又过了几秒钟 陈妍才呼得顿住脚步 想起什么事的回过头 齐齐 她紧皱起眉 往我这边走了几步 朝我伸出手 偏偏烦息又从身后拽住了她 陈妍 你干嘛呢 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快过来呀 这女的 是真把我当空气了 经典二选一 陈妍 你怎么选 我半眯眼 似笑非笑看着陈妍 可她朝我伸出的那只手 终究落了下去 齐齐 你先回去吧 我叫司机送你 呵 我没回答 俐落转身离开了她家 刚刚还说 不放心我一个人 现在就知道 让司机送我回去了 男人这张嘴 果然信不得 你说那个女生叫樊曦 我刚回到家 把这件事跟闺蜜吐槽完 就收获了闺蜜的一阵惊叫 是啊 樊曦 怎么了 怎么了 江琪 你完了 你男朋友要有女朋友了 我抬手扶纹耳边 快要滑落的耳机 整个人窝到沙发上 才回答她 不至于吧 陈妍不是这种人 你是不知道 樊曦是谁 你才这么说 人家樊曦是樊家的千金 跟陈妍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 青梅竹马知不知道 接下来的将近半个小时 闺蜜跟我事物巨细地 剖析了樊曦这个人物 说来说去 其实也就是青梅竹马 门当户对那点事 圈子里那帮公子哥 就是陈妍那帮 一直看不起你的兄弟 他们可都相当于是樊曦的清歌 人家要是针对陈妍有想法 你半点胜算都没有 哦 还要外加一个圈内团宠 什么女主剧本啊 我撇撇嘴 还是摇了摇头 得了吧 虽然刚刚陈妍那样 对我 但你说她会跟樊曦在一起 我还是觉得不至于 毕竟他们认识这么久 能在一起早在一起了 哪还有我什么事 不听劝是吧 行 那你等着瞧吧 闺蜜一叶 嘟嘟囔当当地挂断了电话 我无奈笑笑 刚想给她发个微信陪不试 就见微信置顶那一栏 闪起了小红点 是陈妍发来的消息 陈妍 抱歉琪琪 我没想到今天的客人是旧相识 没能照顾好你 陈妍 明天能不能赏脸 一起吃个晚餐 我好好向你赔罪 这小子算她有点良心 心里剩下的余火也烟消云散 我故作冷淡给她回了个行吧 便吸了手机瓶 进入梦乡之前 我还幻想了一番这顿晚餐的浪漫场景 可谁知道 第二天晚上 我兴高采烈找到她说的那个餐厅时 却看见了不该出现的人 你就是陈妍的女朋友吧 你好 凡兴坐在陈妍旁边 笑眼眯眯的看着我 陈妍说要来吃好吃的 我就死皮了脸跟过来了 大家都是好兄弟吗 你应该 不会介意吧 我怎么会介意 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 陪着一起吃饭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心中燃起熊熊木火 但我还是挤出一抹笑 轻易地坐到陈妍对面 阿妍你也真是的 带妹妹来怎么不说一声 害我这个做嫂子的 什么见面礼也没准备 不是兄弟吗 行啊 既然是兄弟 叫我一声嫂子没问题吧 不需要准备礼物 胎呀 有的吃就开心了 陈妍给我夹了块肉 又转头看向樊熙 你看看 路上你还一直说你嫂子会生气 现在知道她不是这种人了 樊熙嘴边的笑全然僵住 过了好一会才善善回答 是我多想了 到底也没把那句嫂子喊出口 就这点能耐呀 我眼里的笑意更浓 却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毕竟我是来吃饭的 不是来豆茶的 如果她不再找茶 我可以当她不存在 可我想放过她 她却没有熄火的打算 陈妍 听说你女朋友是游戏主播呀 樊熙再次放下手里的筷子 压低音量 仰头问陈妍 说是压低了音量 其实那声音附近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陈妍微正 片刻才回问 我妈告诉你的 对呀 陈妍 我之前有个朋友也做这个 她明明就有男朋友了 还在游戏里 到处跟别的男人甜言蜜语 让别人去她直播间送礼物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说着说着 她瞥了我一眼 又骤然捂住嘴巴 啊 我没有说你也这样的意思哦 那她是什么意思 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其实我做主播 陈妍心底不满许久了 虽然她知道 我不会做那种事 但她也不希望 我的工作需要抛头露面 她更希望我 做个普通文员 赚多少无所谓 至少她妈 不会拒绝让我进门 可我不觉得 她妈的认可有多重要 我喜欢我的职业 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游戏 喜欢在游戏里 体验不同的人生 不同的世界 喜欢通过游戏 把我的价值观 传递给粉丝的感觉 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矛盾 也是我们现在 都不打算去触碰的 却被凡希这样莽撞 又血淋淋地翻出来了 我知道你没有说我 但凡希 你朋友知道 你这么说她吗 背后说别人坏话 不合适吧 我轻笑两声 在凡希反驳之前 把碗里唯一一块肉 扔回陈妍碗里 陈妍 你给我加的这是什么呀 你明知道我不爱吃香菜的 这盘菜不是我点的 我没注意到有香菜 抱歉 陈妍原本好像也打算说些什么 可被我这么一搅合 她就只能专心帮我挑 那盘菜里的香菜了 凡希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开始垂头吃饭的我 脸色是一阵红一阵白 可她却偏偏不能再做解释 不然就显得她刻意了 小废物 在他们都没注意的暗处 我悄悄翻了个白眼 也不是我不敢光明正大的烦 主要是 虽然这次占了上风 但我知道 以后的日子 估计不会太好过了 毕竟人家手里的底牌多得很 什么家族是娇 什么兄弟情谊 都还没使出来呢 可有得斗喽 凡希从国外回来 身为她的好哥哥们 陈妍他们自然要办个什么宴会 为团宠接风 而我身为陈妍的女朋友 自然也逃不掉这种场合 妍哥 你来了 等你好久了 兮兮都不耐烦了 陈妍的几个兄弟 把她团团围住 簇拥着她入座 却没有一个人正眼看过旁边的我 也没有一个人 跟我说过一句话 还是陈妍帮我解了围 齐齐 傻站着做什么 快过来坐吧 但她也是 坐在位置上 跟我说的这句话 到底也没有起身 过来接我 我压下心底的不悦 朝她点点头 乖巧地走到她身旁 男人在外面是要面子的 我懂 而且其余时间 陈妍都是很合格的男朋友 她会记得各种纪念日 记得我爱吃什么 不吃什么 我心底也明白 对于她这样家世的男人 我不是排在第一位 实在正常 可真的被这样对待的时候 内心不可能不失落 更何况陈妍 怎么这么晚才到呀 无数人的簇拥之中 繁夕偏偏而来 她穿着粉色的极其闪亮的礼服 灯光映衬下那张满是胶原蛋白的面孔 更加意义生辉 她直奔陈妍过来 轻易地揽上陈妍的手臂 是不是琪琪姐打扮太久了 琪琪姐 这我就要说你了 她看向我 眼里满满都是得意 我看得懂她想说什么 她是想说 这里的她的主场 她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话 不用有任何顾忌 甚至可以这样直白地打压我 没有人会怪她 事实也如她所愿 这么明显的挑衅 陈妍只是轻笑着拍了拍她的手背 不关你琪琪姐的事 是司机开车开慢了 我知道 我只是跟琪琪姐开个玩笑嘛 琪琪姐是做主播的 应该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哦 第二次 她提起我的职业 真是起了怪了 到底为什么在他们这帮人眼里 主播正不堪 我心底有千万句话翻涌 可最终 还是只露出一个不达眼底的微笑 没接任何话 毕竟这里真的是她的地盘 我讨不到任何好处 投胎是门技术活 之后出乎我意料的 樊西也没揪着 我不放了 她转身去跟其他人交际 忙得像个粉色小陀螺 我以为 她或许在这一点上 真的有附加千金的成熟 可谁知道还没过多久 她曾交际过的人 就一个又一个地围了过来 陈少 我最近搞了台新车 怎么说 要不要去看看 颜哥 一起去看看呗 这小子 说他那车比你的还炫呢 我看他就是在吹牛 他们一个个兴致盎然的模样 陈妍当然不会扫他们的心 可以呀 骑骑走吧 我们一起去 唉 不是吧 颜哥 去看车 也要带女人啊 确有一个人 拦下了陈妍 要扶起我的手 有他带头 其他人也纷纷嚷嚷 是爱颜哥 别带女人了 多麻烦 颜哥 把他留在这呗 总不至于离了你 还不能呼吸了吧 完了 听他们这么说 我当然清楚 是樊西 故意要支开陈妍 可我有什么办法 那 琪琪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好吗 陈妍轻声询问我 握着我的手 却早早松开了 她心里早有答案 我说不好有用吗 我 怪 陈妍在我额上落下一吻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紧接着 樊西就带着几个女生 走了过来 实在是很经典的情节 没多久之后 樊西那条粉色的裙子上 就沾了一大片红酒污垢 而我脚边 正好落了个摔碎的红酒杯 事实如何 过程如何 已经不重要了 所有人的声讨声中 陈妍黑着脸远远走近我 从她的眼神里 我看得清清楚楚 她知道不是我做的 可她还是问我 怎么回事 她自己泼的 红酒杯想塞我手里 我没接 我回答到 明明这就是事实 明明我们头顶上就有监控 可她还是说 奇奇 说实话 这只是一场意外是不是 富家女想嫁祸 另一个富家子弟的女朋友 传出去不是什么好听的事 她选择用我 换樊西的名声 我很清楚 自己在她那里 不如她的兄弟朋友重要 身为成年人 之前我一直选择避着她的兄弟们走 一直觉得 只要不接触 就不会引发矛盾 直到樊西出现 避无可避 陈妍 既然你身边的人看不起我 你也不会选择维护我 那你何必带我来这种场合 故意羞辱我吗 留下最后一句话 我转过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傻逼 一群傻逼 有钱人果然全他妈都是傻逼 那天之后 我没再跟陈妍联系了 我以为她会回来哄我的 毕竟这次是她选择牺牲了我 可她没有 她甚至没再主动找过我 我说的吧 你男朋友马上就要变成 烦心男朋友了 闺蜜边说 边给我发来她的朋友圈截图 其实她也算半个陈妍 那个圈子的人 所以她知道的多 朋友圈也总能看见一些 我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樊西发的 跟陈妍在游乐园玩的亲密自拍 两人脸都快贴到一起了 下面有很多评论 甚至还有人说她们单配 樊西偏偏指回了这条 回的还是个不明不白的 眨眼表情 我轻吃一声 自信地关掉闺蜜发来的截图 我倒不觉得陈妍会跟她在一起 小女生的把戏把了 陈妍看不上的 虽然那照片看得我恶心反胃 但那仅仅是樊西单方面主动而已 陈妍说过 她最讨厌这种行为了 幼稚 可闺蜜那边却笑得比我更不屑 看不上 姐姐 你确定 我劝你仔细看看 我给你发的截图 啥意思 虽然我很自信 但闺蜜的语气实在太笃定了 我只能狐疑地再次打开她发来的截图 这次 我是真的看得来火了 陈妍点赞了 她 她妈的点赞了 我还反复确认了几次 那就是陈妍的头像 好家伙 她说过她最喜欢我 就是因为我有成年人的眼力见 不会争风吃醋 无理取闹 可她现在这是在干嘛 对于真正在乎的人 就算喜欢争风吃醋 也没关系是吧 问题是 我们还没说分手呢 这个渣男 老娘现在就跟她说分手 拉黑 我气得整个胸腔都在颤抖 二话不说 打开陈妍的聊天框 发了一个分手过去 给电话那头的闺蜜 听得嘖嘖称奇 现在倒果断了 你说你早干嘛去了 陈妍在朋友面前 不帮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该这么做了好吗 呃 我扣扣脸颊 有什么办法呢 我偏偏是个不会轻易做任何决定 可做了决定后 就会想要一条路走到黑的人 跟陈妍的胆情也一样 只要不是涉及原则问题 我不会随意提分手的 只是这次 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点赞另一个女人发的暧昧照片 跟直接出轨有什么区别 不过咱就是说 这样你就解气了吗 反正我是不解气的 那樊西现在指不定怎么得意呢 电话那头再次传来 闺蜜见兮兮的声音 这小妮子 憋坏屁呢 我也觉得不太解气 所以赶紧追问 那我还能做什么呀 天降怎么打得过青梅 怎么打不过 姐妹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呀 闺蜜一下来劲了 你现在就去找一个 比陈妍更好的男人 拍一组情侣大片发酒公格 让陈妍不甘心回头找你 然后你再吊着她 利用她折磨汉子茶 你自己听听 这是人话吗 陈妍会上当才有鬼了 她只会说两个字 幼稚 我无语凝噎 真服了 这人怎么憋坏屁 都憋不出厉害的 不愧是我闺蜜 真是太善良了 可闺蜜立刻反驳了我 陈妍怎么不会上当了 江琪 你可是江琪啊 虽然你不能让陈妍不理智 但你认识的人可以呀 就那个男人 他可以呀 我认识的人 能让陈妍不理智 还是个男人 谁呀 难道是 我满眼茫然 但心底好像隐隐约约 浮现一个名字 就那个呀 叫什么来着对了 就那个周玉嘛 周玉 这人说来 也是个极其神奇的人物了 从大学时期起 她就踩陈妍一头 陈妍万年专业老二 她就是那个第一 后来毕业了 陈妍以为自己靠家事 就能反踩回去 可偏偏人家周玉家事 也不差 起点还比陈妍高 陈妍刚为自家公司 拿下一个项目 他转头就拿下两个前景 更好的 慢慢的 这人就成了 陈妍心头的一根刺 提起名字 都要扎得他浑身 不舒服那种 按理来说 我跟这两人 也不是一个专业的 更不是一个世界的 本不该有什么交集 可偏偏 我是个游戏主播 又偏偏 周玉也喜欢打游戏 还偏偏 我俩就在学校组织的游戏大赛上 撞上了 我组织的队伍 把他和他的队友 打得那叫一个落花流水 甚至后来周玉找到我 硬要加我好友的时候 眼眶都是红着的 我也是因为这件事 才在学校里一战成名 就连陈妍也是听说 我把周玉打哭了 才注意到了我 其实那段时间 我对周玉更感兴趣 他性格很可爱 就是那种奶狗弟弟 带他打游戏 赢了他还会鼓掌夸我 姐姐好棒 可陈妍更有行动力 我没办法拒绝那种 轰轰烈烈的追求 跟陈妍在一起之后 我就没怎么跟周玉联系了 慢慢也忘了 还有这么一号人 直到今天 闺蜜再度提起这个名字 她呀 可是我跟她800年没联系了 现在突然去找人家 说要跟人家拍情侣写真 人家估计会觉得我有病吧 我觉得用周玉刺激陈妍 说不定真的可行 但是人家周玉凭什么帮我 凭我打游戏打哭过她呀 脑中莫名浮现周玉红着眼角 还倔强的非要加我好友的模样 我深吸口气 又猛地摇了摇头 算了算了 还是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说是这么说 可一直到晚上 我都要开播了 也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 大家饭点好啊 姐几个又来看我直播下饭了 我只能把这件事暂放一放 开始我的直播 我不是某个游戏的固定主播 基本上什么都玩 不过这几天玩的都是同一款游戏 最近的新作 多人净积累 今天怎么打 今天心情好 找两个好友带飞一下吧 这个游戏需要三个人组队 才更有意思 以往我都是跟其他主播一起玩的 可今天他们都休息了没开播 看着叫嚣要我快点开始的弹幕 我只能随意在好友列表里 抓两个壮丁 只是一溜邀请点过去 大部分居然都是有队伍的 直到快点完整个列表 我才凑齐了三个人 人够了 姐直接秒开 都不许退哈 我立马点了开始游戏 看着页面进入倒计时 才满意地点点头 这就对了吗 有卖吗 我在直播哦 有卖有卖 起薄我还差八十分声段 我选奶妈奶你 代代我 耳机里很快传了一个可爱的女生 是之前一起玩过的妹子 虽然不会打伤害 但奶妈玩得很称职 我挺喜欢她的 当即笑着回应 好啊 放心吧 今晚姐必带你生两个小段 还有另一个队友也是哈 正常打姐嘎嘎乱杀 妹子甜甜地回了声好 至于另一个ID叫C的队友 她没说话 也没打字 还挺高冷 也可能只是不想 在直播间里说话吧 这种情况挺常见的 我也没在意 照常进了选角色的界面 可刚一进去就出问题了 自已描选了我常玩的角色 不是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拿这个起宝拿什么呀 妹子气鼓鼓地嚷嚷道 不怪她生气 毕竟那个角色是公认的最好打输出的角色 拿其他的我还真不能保证一定带他们拿第一 可我在直播 打最高输出和第一名比较有节目效果 看着那个人就没说话的队友 我只能好生好气跟他商量 兄弟 商量一下 我拿这个角色包赢 我在直播 第一把让我拿个战神 下一把你玩行吗 兄弟 谁是你兄弟 呼的 那人抬口说话了 江阿琪 你拿想玩的 我来带 你最好真的能带赢 起宝每次直播都是拿的这个角色 你故意抢的吧你 起宝我跟你说 这种爱装人我见多了 咱们这把就看他操作 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 妹子骂骂咧咧道 按理来说我这个时候应该做和事老出来 缓解一下气氛的 可我没有 我只是沉默着挑选了一个其他角色进入游戏 因为那个声音太耳熟了 让我一下子忘了该做和反应 居然是周玉 今天才念叨他 现在就拉到他一起打游戏了 也太巧了吧 右边来人了 阿琪小心 有大 可以打 死一个全死 阿琪这有金甲 你拿 接下来的一整局游戏 几乎成了周玉的个人秀 他话其实不多 但声音很好听 而且每一句都是重点 基本上一说完 就要杀几个对手 原本还在对他骂骂咧咧的妹子 都被他这种人狠话不多的行为蛰伏了 我承认 刚刚是我声音大了点 不过齐宝 他怎么十句话九句在喊你呀 而且他自己还是蓝甲 金甲居然让你拿铐 他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你们骗狗进来杀呀 妹子激动地嚷嚷着 连带原本专注讨论游戏的弹幕 都歪了楼 谁懂 我刚刚就想说了 只是没敢 这个小哥哥他真的 我哭死 我记得很久之前阿琪说过 如果能躺赢 其实他也想躺的 意思说他顶着骂名抢角色 只为让阿琪躺赢 CP脑经不住这种诱惑 我开始磕了 不是吧 耳机里再没传来周遇的声音 不知怎么的妹子 也安静了下去 就像是两人都在等我的回答一样 我微微发愣 很快又把莫名的念头甩出脑袋 故作平常地回答 没有啦 不是男朋友 人家就不能是姐的忠实粉丝吗 难道你们遇到 我不会给我让金甲 啊 那肯定会的呀 是我刚刚都没捡到金的 妹子忙着解释 没再多追问 弹幕也跟着消停许多 我松了口气 毕竟现在我跟周遇也不熟 被这么开玩笑 要是她介意怎么办 我还指望她跟我一起拍照 气死成言呢 而且之前我跟她打过游戏 她本身就是会让装备的 应该就是比较会照顾人吧 我这么想着 也放松了下来 只是之后直到直播结束 都没再听见周遇的声音 那我就下播啦 大家拜拜 刚说完这句话 周遇就一言不发 退出了队伍 微信提示音随之响起 我利落地点了退出直播 才打开微信去看 果然是周遇发来的消息 她说 好久不见 江琪 听说你跟陈妍分手了 嗯 听说你想让我帮忙拍组照片 靠 闺蜜这张嘴 我早晚给她缝起来 我又气又尴尬 当即退出跟周遇的聊天框 给闺蜜连发十几条消息 对她进行了一番友好教导 可闺蜜一句话 就让我的怒火熄灭了 她说 刚刚你们打游戏 不是配合得挺好吗 而且她也不像不愿意帮忙的样子 反正都这样了 你试试呗 我 嗯 我又点回周遇的聊天框 不知怎么的 心底荡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她红着眼眶 伸手拉着我的衣角的模样 再次浮现在脑海中 鬼使神差的 我还真给她发了一句 可以帮忙吗 不可以也没关系的 可以 明天吧 我有空 好 那明天见 晚安 我说明天见 她怎么会回我晚安呢 我是不是被聊了 我整个人愣在原地 反应过来后 连忙把手机扔到一旁 缩进了被子里 人家只是礼貌发个晚安而已 我怎么戏这么多 一定是被那妹子乱说 影响了心智 一定是的 我深吸几口气 平复了心情 慢慢进入梦乡 直到第二天中午 我才被一阵手机闹铃声吵醒 电话那头传来暗雅又温柔的声音 中午好 起床了吗 我两个小时后到你家 可以吗 两位可以再离得近一点哦 男生握住女生的手 对 这样才像一对嘛 摄影师笑眼眯眯的朝着我们按下快门 又抬头朝周遇到 女生害羞 男生你得主动一点啊 不然拍出来一点亲密的感觉都没有 我可不退钱哦 妈的 我俩都快贴一起了 她还要我们怎么亲密呀 我敏唇 感受着身后周遇身上传来的热度 实在没忍住 往前挪远了几步 所以 跟没有感情的人一起拍照 是这么让人不适的事 陈妍在那张照片里 笑得那么开心 她是不是真的对樊西 有不能言说的感情 你就当是演一场戏给陈妍看 目的是要让她生气不是吗 身后传来周遇略带沙哑的声音 她便说 边揽上我的肩膀 她的手带着粗糙的脖茧 碰到我裸露在外的皮肤时 带起星星点点的苏玛 却很快又离开 悬浮在我肩头 很让人舒适的分寸感 而且她说得对 我的目的 不就是要跟周遇假扮情侣拍照 气陈妍吗 谢谢你愿意帮我 陈妍看见 估计得气个半死吧 想到陈妍那张脸上浮现怒意的模样 我就忍不住想笑 周遇也轻笑两声 能看见她生气 我也挺开心的 所以你不用谢我 咔嚓 快门被远处的摄影师按下 我们相视微笑的场景 就此定格 这张照片格外自然 成我朋友圈九宫格的最中心 也成了陈妍步入我圈套的最佳诱饵 发完朋友圈的当天夜晚 陈妍的车就出现在了我家楼下 她醉意熏熏地靠在车门边 手里还握着明明灭灭的火光 她一个借了烟的人 居然在抽烟 想来是真的很生气了 我强忍心底的笑意 慢悠悠走到她跟前 哟 这不是陈少吗 不跟你的好兄弟 去游乐园甜甜蜜蜜 跑我这做什么 齐齐别闹了 我跟西西什么都没有 陈妍掐灭了手里的火光 你以前很明事理的 现在是怎么了 把周玉删了 把周玉删了 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过 哇 意思我是在无理取闹呗 我目瞪口呆 陈妍 你跟樊西拍那种照片 还给她点赞 现在你来跟我说你们 什么都没有 那我跟周玉拍的照片 你怎么又要我删了周玉呢 玩双标也不是这么玩的吧 我能保证 我跟西西只是朋友 我对她没有任何不正当的感情 可周玉对你呢 陈妍促起眉 齐齐 听话 删了她 真溜啊 还保证没有不正当的感情 那她确实能保证 她只不过是把其他女人 看得比女朋友更重要而已 确实没有其他感情啊 臭傻逼 我对她这番话极其不屑 可我还记得 我跟周玉拍这组照片的目的 我可以听话 也很喜欢你 但是陈妍 我硬逼出两滴泪 红着眼睛看她 周玉说她没有青梅竹马 不会惹我生气 也许她才是更好的选择 她不是 第一次 我看见陈妍气得红了眼眶 她的理智消失得一干二净 满心满眼只剩不干 周玉有什么好的 齐齐 我才是真心爱你的人 把我从黑名单放出来 我们不分手好不好 说来也好笑 我跟她在一起这么久 都没能让她把我放在第一位 现在仅仅一个周玉 就让她说出好不好这种祈求性的话来了 明明达到了目的 我心里却反而没了开心的情绪 只单单留给她一句 看你表现吧 就头也不回地回了家 靠别人迎来的感情 是挺廉价的 也挺恶心的 但闺蜜说得对 我不想让凡希好过 我偏要站着这廉价又恶心的感情 直到气死凡希为止 思来想去 最终 我还是把躺在黑名单的陈妍放了出来 并给她发消息 明天一起吃晚饭吧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第二天晚上 陈妍开车到我家楼下来接我 我坐上副驾 才发现后座还有个人 凡希 琪琪姐 你终于下来了 我和陈妍都从小学聊到大学了 你再晚点 我们都要成家立业了 她没心没肺地笑着 眼神里还带着那天的得意 可这回 陈妍没惯着她 希希 说话要注意分寸 啊 陈妍 你在跟我说话 凡希惊诧地瞪大眼睛 似是不相信陈妍会那样说她 这回轮到我笑了 她还不知道吧 陈妍这次带她来 就是来给我出气的 陈妍是做事 惯会权衡利弊的男人 她很清楚 要我最快离开周遇的办法 就是牺牲凡希 可能在她眼里 先利用凡希哄好我 她之后再哄哄凡希 这一切就都过去了 说实话 挺下头的 她把我们两个女生 都当成条件 牺牲来牺牲去 但送上门来的 虐查机会 不要白不要 我们一起演 会给凡希一个 更得意的笑容 听到骂凡希妹妹 不要再乱说 会让人误会的话咯 毕竟陈妍没想跟你 成家立业呢 你 凡希咬牙 又看了眼 保持沉默的陈妍 琪琪姐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我也没想 跟陈妍有什么呀 我们就是好朋友而已 只关注爱情的女生啊 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 我们就不能是 淳有意吗 淳有意 你说成家立业呢 汉子查 我再忍不住 干脆把心里话说出口了 反正她今天来 就是当初气筒的 不骂白不骂 凡希大概没想到 我会那么直白 瞬间气得脸都绿了 不是 我那就是开玩笑 你怎么能骂人呢 陈妍你管不管了 是啊陈妍 你管不管了 我有些细血的单手脱腮 也看向陈妍 陈妍保持着沉默 可最终还是在我的目光里 败下阵来 好了 希希 是你说话不懂 分寸在先 收收脾气吧 陈妍 凡希怒吼一句 见陈妍真的不再理会她 双手还凶往后一靠 便不再说话了 她大概还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突然地位下降了吧 蠢货 她的丑态 让我的心情总算愉悦了些许 直到我们到了餐厅 吃上饭了 我嘴角仍挂着笑意 可身为茶 她是不会就此熄火的 陈妍 我记得你很爱吃香菜的吧 为了女朋友 连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吃不了 嘖嘖嘖 她摇摇头 夹起一筷子带着香菜的肉 放进陈妍碗里 我觉得真没必要 你看我们当时去游乐园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多开心啊 是啊 她不说我还忘了呢 我们分手的根源 就是她在朋友圈发的 那组游乐园合照 陈妍 那条朋友圈 你点赞了吧 我放下筷子 直勾勾看着陈妍 陈妍是个聪明的男人 她几乎瞬间接收到了我的暗示 二话不说 打开了手机 繁夕眼睁睁地 看着她滑到那条朋友圈里 把点赞取消了 陈妍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能这样啊 她气急败坏地朝陈妍大吼 今天她来就受了一肚子气 现在她唯一引以为傲的 陈妍选择她的佐证也没有了 我勾起嘴角 轻轻抚上陈妍尖尖头 她什么意思 还不够清楚吗 她的意思是 你的话在她这里也没那么重要 她还是更想听她女朋友的 虽然现在是前女友了 而且异性朋友 哪里有女朋友来得亲密 她听我不是很正常吗 你生什么气呀 我边说 边笑意吟吟地抬起手 把陈妍碗里的肉拳 倒进了垃圾桶里 凡夕再也受不住 白着脸跑了 陈妍长叹口气 转身想回握我的手 这下你满意了 一般吧 我利落地避开她 安安静静吃起了饭 这才哪到哪呢 要真的解气 起码还得再气跑 她的三四回吧 只要一闲下来 我就去找陈妍约会 凡夕还一定会跟来找虐 这样拉拉扯扯 居然摇了小半个月 我生日都快到了 今年的生日宴会 想在哪里办 我家附近的五星级酒店服务 还挺不错的 饭桌上 陈妍极其贴心地询问着我的意见 一副要替我大办一场生宴的模样 凡夕照常犯见到 陈妍 她又不是我们圈子的 办那么大请得到人吗 别误会啊 我只是怕到时候人太少 琪琪姐丢了面子 是啊陈妍 没必要去什么五星级酒店 就之前我们一起吃饭的餐馆 请几个朋友一起吃个饭就可以了 要是以往 我一定会为了气凡夕 而接受陈妍的提议 可这次 毕竟是我的生日宴会 我只想好好跟朋友吃个饭 然后在宴会上结束这一切 我已经开始觉得有些无趣了 气陈妍气凡夕 只是在浪费我自己的时间而已 陈妍不知道我的心思 只当我又回忆起了 凡夕接封宴那天的事 脸上浮现点点尴尬和心虚 但很快 她又脸下神色 都听你的 琪琪 你的生日你说了算 她是在向我表忠心呢 表明自己同意我的决定 不是因为凡夕刚刚说的那些屁话 凡夕当然也听懂了她言下之意 再次气白了脸 不过这回 她没再离邪而去 只是坐在座位上 两眼冷冽地瞪着我 一看就知道在憋坏屁 我垂下头 只当完全没看见她的小心思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我的生日很快就到了 我们在一个小而精致的餐馆里订了包厢 又叫几个好朋友 樊熙当然也在场 陈妍的兄弟也来了两三个 好不热闹 人都来齐了 我们碰一杯吧 一想到今晚之后就可以结束一切 我难得心情大好 笑着举起手里的饮料杯 没有人出来捣乱 连樊熙都只是规规矩矩地起身碰杯 然后小抿了一口饮料 可我知道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哎呀 怎么这么痒啊 陈妍你帮我看看 不出所料 樊熙突然大声嚷嚷到 抬手在搏梗间不停抓闹起来 陈妍的几个兄弟纷纷上前围住她 怎么了 希希 这脖子怎么红了 菜里有花生是不是 樊熙对花生严重过敏 我生日宴前陈妍特意跟我说过 还让我千万记得叮嘱后厨 不要放花生 我发誓 我真的跟后厨说过 别放花生了 希希 身上有没有带过敏呀 陈妍也一改这段时间的冷淡 急急忙忙抓住樊熙的手 樊熙哆嗦着身子 指了指自己口袋 有陈妍 你别怪琪琪姐 她可能就是忘了 都这样了 还想着陷害我呢 我不由得在心里给樊熙数了个大拇指 做汉子茶 做到她这份上 也算是一种敬业了吧 琪琪 这是怎么回事 听了她的话 陈妍果然铁青着脸来找我问责了 我还亲自跟后厨说了 不要放花生 为什么菜里还会出现花生 这段时间 我一直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也没给琪琪好脸色 这样还不够吗 她这话的意思 是我故意让后厨放了花生 故意让樊熙过敏 我不由得赤笑出声 陈妍 你的好青梅一出事 你的理智就真的离家出走了是吧 原来在她心里 我就是这种形象呗 陈妍一夜 转头看了眼虚弱无比的烦息 刚降下去的气势又升了起来 能接触到后厨 又知道嬉嬉花生过敏的只有你 江琪 我也不想相信你是这样的人 但除了你 还有谁会做这种事 还有你怀里那个小智障蛮眼啊 这么显而易见的是 陈妍这么聪明 却像完全丢了脑子似的 一门心思认定了 是我干的 所以之前的忍让 都是为了让我跟周玉断脸而已 她从没打心眼里 站在我这边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很想笑 是吗 你想知道是谁做的 去后厨查一下 不就知道了 琪琪姐 人家餐馆的后厨 也不是我们说查 就查的吧 我知道你只是忘记了 真的没关系的 樊西呼的出声 话语里带了无尽的柔弱 还有一丝丝慌乱 我紧紧盯着她 直到她避开我的视线 才轻笑着摇了摇头 谁说不能查了 我说能查就能查 陈妍 你应该不知道吧 我走到门边 一把拉开包厢大门 这个餐馆 是周玉投资的 周玉此时就站在门边 极其配合地点了点头 嗯 我投资的 你们想 怎么查就怎么查 我们餐馆全力配合 后续的剧情走向 就完全在我和周玉的意料之中了 有个厨师站出来作证 说是樊西自己跑去后厨 跟她说可以放花生的 还有一段后厨的监控视频 证实了厨师说的都是真话 樊西吃了过敏药 此刻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但她脸色还是十分惨白 几乎是扑倒在陈妍怀里 陈妍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 我只是 只是了半天 却仍旧没想出什么好理由 我双手还胸 站到陈妍身侧 现在知道 除了我还有谁会做这种事了 陈妍 怎么说 至少得给我道个歉吧 我就是做了又怎么了 江琪 你不会以为 你真的能嫁给陈妍吧 可我还没等到陈妍说话 旁边的樊西仙憋不住了 你就是个做主播的 身上指不定多脏呢 陈妍跟你在一起 就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污点 陈妍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你就该早点看清这个女人的嘴脸啊 你看 她身边这个男的 还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呢 她自己嚷嚷了半天 又把矛头指向了在旁边看戏的周玉 这下陈妍忍不了了 够了凡西 江琪跟周玉半点关系也没有 她怒吼一声 又闭上眼睛深吸几口气 才转头看向我 琪琪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你不是这种人 你不会做这种事 但是琪琪 凡西她过敏是真的 她是个女生 你也是个女生 你何必这样为难她 你早就知道她会这么做了 你明明可以阻止的 可你没有 你还连和周玉一起戏弄她 所以凡西她 过敏你也不是没有责任对吧 她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才无奈地长叹口气 既然双方都有错 你们握手言和 凡西你别再说琪琪配不上我了 琪琪你也别为难凡西了 一切回归原样 就这样吧 她说完 便直直地盯着我看 好像我下一秒就该听她的话 去跟凡西报一个似的 可我听完她一番话 心里只有三个字 她发颠 到头来 我被凡西陷害 我还得给她道歉 这不是有病吗 我气得整个胸腔都在颤抖 一时间竟不知道 该从哪里开始骂起 身后的周玉 事实战了出来 陈妍 其实我以前觉得 你还算个不错的对手 现在看来 是我抬举你了 江琪不是神仙 她只是做了预防而已 她可不知道 你的青梅会做自己吃花生 害自己过敏这种蠢事 而且今天是江琪生日 你的青梅闹了这么一出 要陷害江琪 江琪什么也没做 只是揭穿了她的阴谋 怎么就是为难她了 陈妍 偏心也不是这么偏的吧 更何况 你偏的还不是自己女朋友 而是不知道什么东西 周玉上下打量了 反戏几眼 不懈地吃笑出声 我直接给她 比了个大拇指 我的吵架嘴涕 每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了 陈妍脸黑得几乎能低沫 可在周玉面前 她似乎完全没有 平时那种底气 有你什么事啊 她只是这么嘟囔了一句 就顶着大黑脸 静止逃走了 樊西原本还想骂周玉 见状也顾不上骂了 连忙带着陈妍的兄弟 一起追了出去 一场闹剧就此平息 在旁边默不作声的闺蜜 此时才鬼鬼祟祟跑到我身边 起宝 我都偷摸录下来了 整个事情的经过一点不差 别看现在陈妍走了 之后她肯定还要找你掰扯 到时候你就把这个视频 发给她公司那些合伙人 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呸 什么东西啊 她气鼓鼓地朝门的方向 脆了好几口 把我都给看乐了 我说她平时最能骂了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呢 原来是在给我准备后路啊 还是你最贴心了 不过这视频你还是删掉吧 应该用不上了 留着还闲占空间呢 我笑嘻嘻地揉了揉她的头 她急得直跳 怎么用不到呢 你跟陈妍在一起这么久 肯定知道她的性格呀 她肯定不能接受你这样甩她的 虚 你看 我赶紧按住她 给她指了指餐桌角落 一台黑色的手机 正对准餐桌 悄悄把所有事情尽收眼底 闺蜜一惊 难道你在 是啊 我按笑 从刚坐下开始 我就在直播了 我可是个主播 生日当然要跟粉丝们一起过呀 我可是当着他们的面价的手机哦 也在他们面前跟直播间的粉丝打招呼了 是他们自己不放在心上的 跟我可没关系 刚刚的一幕 已经被我直播间里的几百万人看在眼里了 包括尘言无耻的话 也包括凡希对主播行业的歧视 这种事情发酵总是很快的 估计不出今晚 我就能收到各种喜讯了 我嘴角勾起的弧度越来越大 默默拿出自己私人的手机 把陈妍的微信再次拉入黑名单 这下才是真正结束了 我选择用网络对付陈妍和凡希 不是没有原因的 陈妍不是独生子 她那时正在争夺公司继承权的关键时刻 这种丑闻一爆出去 她基本上就跟继承家产无缘了 更甚至还会被陈家其他儿子打压 听说她现在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到国外苟延残喘去了 至于凡希 因为其是主播行业 再加上汉子茶属性 更是人人喊打 之前那帮照着她的附加子弟 直到了陈妍的下场 都恨不得躲着她走 他们现在一定是不好过的吧 我笑着耸耸间 退出了跟闺蜜的聊天 转头看向自己的电脑 那场直播 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变化 身为风暴的中心 更身为一个主播 我的热度自然是疯狂增长的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百万粉丝了 而那场直播中 帮我说话的周玉也被人扒出来 是那天跟我一起玩游戏的C 在他们一声声地磕到了里 我不知不觉 就跟周玉越走越近 两个小时后到你家 可以吗 这时周玉正好给我打来电话 他之前就跟我约好了 要一起去吃晚餐 我关掉电脑 小声回应 可以呀 但是周玉 今天是五百二十啊 这个时候约我去吃饭 什么意思呀 我没问出口 但电话那头的周玉 明显听懂了我的言下之意 他安静了许久许久 那头开车的声音突然停息了 只剩他浅浅的呼吸声 他骤然开口 声音暗哑 阿奇 到了再跟你说 好不好 这家伙 我倾笑出声 即使他看不见 还是点了点头 好啊 周玉 我喜欢你 阿奇 没等他话说完 我挂断了他的电话 笑死 我答应让他来了再说 但没答应他我不说啊 想到那头周玉 定是满脸通红 手足无措 却更想快点 见到我的急切模样 我心情大好 双手脱腮 看向窗外 阳光正好 微风温柔 生活一片大好光景 看吧 谁说主播就不能遇到爱情 只不过 需要避开一些小人罢了